大家好,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这个季节正是吃香春的时候 咱们今天用香春来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开胃的做法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道菜是凉拌香春的做法 首先我们选择适量的香春,把它清洗干净 洗净后整理整齐备用 接下来把香春比较老的根结去除干净 以免影响口感 接下来再把它切成一寸长的段 把根茎和叶子分开来切 切好后分别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根黄瓜可以增加清甜的口感 把黄瓜洗净后直接拍至松散 再切成均匀的长段 切好后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香菜段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然后在里面加入几滴的食用油 这样可以让食材的颜色更加的鲜亮 水开后先把香春前面的根结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把香春的根结在锅中大约焯至20秒钟 然后再把剩下的香春液添加到里面 把香春液在锅中烫至大约5-6秒钟就可以了 然后把焯好水的香春捞出控干水分 焯好水的香春把它和切好的黄瓜段放在一起备用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碗汁 在碗中加入适量的香葱和小米辣椒 加入适量的蒜末 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辣椒粉 加入一勺的白芝麻增香 然后把烧至滚烫的热油均匀的淋入到里面 尽量激发出食材的香味 略微拌匀后在里面加入3-4勺的陈醋 加入两勺的生抽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鸡精 加入少许的白糖 加入少许的蚝油提鲜 然后把碗汁充分的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调好的碗汁把它淋入到食材中 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一道清脆爽口又开胃的凉拌香春 我们就做好了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